克里斯是一个医用器械推销员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自己当初用全部积蓄高价购买来的20台医疗器械 去医院找医生推销 一家三口暂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寓里 儿子上着最便宜的幼儿园 妻子一天打两份工 但是他们每个月依旧被交不起账单而头疼 克里斯每个月至少要卖出两台仪器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然而高昂的价格和激励的功能 让他一台也没有卖出去 一天他路过一家证券公司 他发现这里的人都非常幸福 脸上都洋溢着微笑 他向一个开跑车的西装男问了一个问题 问他是做什么的才能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 西装男说自己是股票经纪人 还告诉他这个行业并不一定要大学文凭 只需要精通理财和人际关系就可以做 第二天克里斯又来到证券公司的门口 发现公司正在招聘股票经纪人实习生 他把自己的医疗器械让门口的卖畅女孩照看一下 自己则进去公司申请报名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卖畅女孩拿着他的东西跑了 克里斯丢了器械心情非常的失落 同时他还得知证券公司的实习生 每半年只招收二十个人 但是最终只有一人能被录用 这对于一个没有学历 没有教育背景的克里斯来说 更是难上加难 于是克里斯主动找到了公司的主管 凭借自己的执着和非凡的妙语 以及几分钟内就拼出一个魔方的方式 得到了公司主管的赏识 但是克里斯却在回家的地铁里 又丢了一台器械 也就是这个时候 妻子对克里斯彻底失去了信心 妻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 只留下克里斯和他五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在爱情事业的双重打击下 克里斯感到很迷茫 除了一个可爱的小儿子 他一无所有 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可能就是他接到了公司主管 通知他到公司面试的电话 好在克里斯顺利通过了面试 成为一名实习生 实习期限为六个月 然而实习期是没有工资的 这对于克里斯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 没有收入 就意味着他无法养活自己和儿子 克里斯非常珍惜这次的实习机会 他带着儿子搬了家 开始进入公司忙碌的实习 他是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克里斯非常有毅力 但是两个月内 他却一个签单也没有 克里斯在这期间 仅仅是靠卖医疗器械勉强支撑着 但是拖欠了房租 自己和儿子的生活费 以及要交的各种账单 接踵而来 而克里斯的银行账户 就只剩下了21.33美元了 付不起房租的克里斯 又被房东扫地出门 他没有办法 只能带着儿子 去找个能安身的地方 然而他的朋友也拒绝了他 克里斯只好带着儿子 在地铁站的卫生间内 暂住一宿 父子二人在接二连三的撞击声中 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那一刻克里斯哭了 他不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困难而哭 而是因为儿子和他一起受苦 让他很难过 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儿子 走投无路下 克里斯只能带着儿子来到了收容所 因为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房间和饭菜 但是住在这里需要每天排队 而且有可能排不到床备 克里斯每次下班之后 就要带着儿子去收容所排队 虽然生活很残酷 但是克里斯和儿子之间 互相给予了温暖和力量 互相鼓励彼此 一次在篮球场上陪儿子打篮球的时候 克里斯对儿子说 当别人不行的时候 他们会告诉你 你也不行 所以永远不要叫别人告诉你 你可以或者你不可以做什么 看着似懂非懂的儿子 克里斯的这番话更多的是鼓励自己 凭借这份执着 他拼命工作 真诚地对待每一位顾客 这让他的签单也越来越多了 他靠着卖掉最后一台器械的钱 和儿子撑到了实习期结束 实习期结束后 克里斯来到办公室 焦急地等待实习的结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克里斯脱颖而出 成为一名真正的股票经纪人 那一刻一行泪水从他的眼角边流下 他走在人群中 为自己实现了梦想而鼓掌 他来到那个简陋的幼儿园 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儿子 泪水溢满了他的双眼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现实中的克里斯 还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所以幸福不会随便敲开任何一家大门 幸福只会敲勤奋努力人家的门 当幸福来敲门 立于门后的那些努力的人们 才有机会打开大门 拥抱幸福